哪种更安适 素饰是非常成熟的 两种都很成熟 我更适合做哪种 对你来说你还没有生育 我们会考虑你的腺体的这种完整度 不会采取缓乳孕的切口 从乳房下肚臂的位置把夹底放进去 这个发痕是你最亲密的人是能够看得见的 但是如果用脂肪的话 就这么小两个小针眼 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从痕迹上来讲是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夹体呢 多少都会有一定的包包乱缩 你刚才问了就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取出来 不一定 如果有的人呢 对他来说排异不是特别严重 完全可以不取 但如果说他对于这种义务排斥非常严重的 肯定都要取出来 术前我没有办法知道 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样 这是夹体的问题 脂肪它的优势在于 自己的组织不会排异 但是呢 它的劣势在于 它有一定的成活率 对不是说我打多少 它就活多少 所以形态上 它肯定有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别的没什么 那这么看起来 还是脂肪会好吗 相对而言 对你来说可能厂商各方面会小一些 恢复期的话脂肪会更快 基本你做完第二天你上班没问题 但是家庭的话 它会放引流管 前后得7到10天吧 ド Russell 通 MX 通知 通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